請問粉絲 Hello Hi 歡迎李仁哥 粉絲一秒變李仁哥 讓壽星張宣潤瞬間傻眼 各位怎麼都沒想到 看粉絲同樂的生日趴 前輩李李仁會特地前來站台 還對著吉他又來擋伴奏 只是輪到宣潤一開口卻是 咖啡和你演出的我演出 我慘了 我最愛你的人即興表演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收起了底線 隨意時代的改變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可你曾經那麼愛我幹嘛演出細節 我該變成什麼樣子才能延緩眼圈 原來當愛放下風背後的這些那些 才是考驗 你剛才說完 李仁哥好帥 然後每次都很大 不好意思 辛苦大家忍受這三四分鐘 我們真的沒有展來過 而且大家聽得出來 這絕對是現場 太好了 很慢 對不起我太緊張了 所以宣潤他對於等一下 自己的歌聲都要留守高 可能最大的 我們等一下結束可以重錄嗎 那個待會兒把手機都銷出來 三角 Ren 你就是塞進了 可以 有喔 這招不錯 因為其實他在演我的男孩的時候 其實也花了不少錢給鮮牛筋 喔 講出真的不是啦 他說買很多飲料 買很多飲料 但是為了目的性的 什麼 開玩笑 就是八級 那剛才自己唱的時候有嚇到說 我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怎麼說這樣 不會 那是我 對 那是我 沒不意外 所以平常唱歌就是 功力大概就是這樣 就這麼爛 可是我覺得他的膽量非常十足 你真的要 真的在台上唱歌 我覺得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對啊 那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他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給我個幾年 應該就可以了 請問請 我為什麼要給你幾年 就磨練一下 磨練 磨練 演出小小失誤沒關係啦 重點是誠意嘛 尤其立人驚喜現身 也讓軒潤忍不住自爆 他其實對我來說 一定是人生勝利主 我 對 你都演男主角 我都演不到男主角 我害羞 誰是人生勝利主 人生 不是工作 不是工作這樣 對 就是把該問題的 什麼事要成家立業啊 有什麼想法 我希望三十歲以後 等到自己工作跟經濟狀況 都能夠穩定的時候 因為我希望是 既然如果要結婚 我希望可以讓自己的家人 能夠過很好的一生 就是比較很好 我覺得 對 不要太重重於物質了 但就是可以幸福快樂 那如果有一個新競技 跟你們的家人 為什麼他會掉下來的 我的回答都是一樣 我跟新競技 我不會游泳 喔 你說游泳喔 救誰是不是 林安哥你會游泳 不 太認真了 就是緊張緊張 然後兩個人就被淹死了 不會 只會發生這種事的話 就是變成 我默默地游開 然後張學員在岸上 丟游泳圈給你聽 我腦袋已經有那個畫面 還滿好笑的 姐姐 姐姐 快給